公然侮辱罪是否除罪化争议已久 包含了作家张大春 媒体人冯光远 都曾经因为涉犯公然侮辱罪 被判有罪定验 跟其他的民众法官 共申请33件相关释线案 主张刑法公然侮辱罪 侵害言论自由违宪 但是宪法法庭审理之后 在今天判决相关的法条核线 但是要限缩适用范围 公然侮辱罪化 一直是争议话题 不少人因为骂人被判刑 认为违反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而申请释线 去年底召开言辞辩论 如今宪法法庭做出宣判 三个规定所称的侮辱 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无违配 合并33个申请释线案件审理 其中包含作家张大春 和媒体人冯光远等人 他们都曾因公然侮辱被判刑 张大春2014年在个人脸书 评论已故媒体人刘俊耀 被判刑3000元 冯光远在2013年 在部落格痛批前文件会主委 甚至人判拘役20天 又骂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浦聪 又判5000元 审理的法官认为 刑法309条第一项 所称的侮辱这个定义并没有很明确 而且侮辱言论它不涉及事实 它只是行为人主观的评价判断 申请人质疑公然侮辱罪 抵触宪法第11条保障的言论自由 甚至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 但法官则认为公然无罪 因权衡个人名誉权 或有益于公共正面价值的范围 才没有违反言论自由 语言文字等意见表达 到底有没有过程侮辱 除了应该参考前后语言 文句与情境 以及文化脉络 加以理解外 也应该要考量表义人的个人条件 虽然公然侮辱无违宪 但加大限制适用范围 法庭认为要考量 发表人说出言论的背景 并不是每个条件都用公然侮辱处罚 但网红或公众人物有较大影响力 恐怕有罪几率高一点 而33件申请失陷案中 有4人虽已被判刑 有罪定验 但大法官认为 他们的言辞 依据当时的情境 不见得会贬损对方名誉或人格 因此决定发回重审 有翻盘机会 但尽管如此 还是得小心发言 避免官司产生 记者是鸟闲台北长报道